五天的時間,補給來了,兩個人就給分了這些食物 沒水打吃,咖啡怎麼乾脚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今天半夜啊,中共又突然宣布 在距離台灣119公里的地方啊 也是最靠近台灣的中共國領土 牛山島實彈演習 從今天上午的9點多到下午 1點結束 意義不明啊 來了又急又快 導致許多在這個周邊啊 尤其是福建地區的航班啊 無法正常的起降落 甚至還有一些航空啊 在上面盤旋了50多分鐘 而中國航空公司啊 又不敢怒噴習近平 隨意突然的軍演 造成我們原本預定的航線啊 造成那些乘客啊 有延期自己的這個行程 全部通通都沒有賠償 對吧,沒有賠償就算了 大家都冷氣吞聲 心照不宣的 也不能罵聖上 必須跟你各位粉紅還有中共中央說清楚 說一個很加薪的事情啊 基本上沒有什麼台灣人在意你的軍演 如果我沒有專門做這個頻道的話 或是做這個中國議題的話 我也不care 因為你知道昨天大家台灣人的焦點在哪裡嗎? 在麥當勞推出的獵人卡組包 燒得瘋瘋火火的 一些網紅啊被炎上啊 是吧,麥當勞的這個公關 也是被炎上 即便到現在 你可以看到台灣YouTube上 D卡上 最上有多少在討論獵人 討論麥當勞 你再對比一下 大家關注到中共軍演 那個相差度大概95%98% 非常的搞笑 你前大概快兩個禮拜的時候 軍演台灣人在吃滷肉飯 軍演喔? 阿現在是 喔!中共在軍演喔? 欸!麥當勞那個獵人啊 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 中共你真的 每次都會挑對時間軍演 那當然啦 你們自己這個內宣還有小粉紅 也不知道台灣現在網路到底在熱什麼 台灣人到底care不care 你們就在那邊意 啊!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又嚇尿啦 台灣人都躲起來 躲到麥當勞避難啦 而且啊 你在自己的小島 牛山島附近實戰軍演 這是在恐嚇台獨嗎? 奇怪啦 我怎麼看你們這個演習 都是為了防止敵人打你耶 你是怕美日台聯軍從那邊反攻登陸 所以你在那個周邊啊 砲擊海上目標演習嗎? 防止美日台聯軍搶灘是嗎? 不然你在自己的島內軍演幹什麼? 前兩天美加兩國的軍艦 聯合艦隊通過了台灣海峽 那這也讓中共顏面盡失 其實這也不是今年第一次啦 今年好幾次通過了 不僅日本的美國的加拿大的澳洲的還有德國的 連台灣自己的都在通過 所以啊很多人就說啊 可能這次中共的臨時軍演 是為了宣告台灣海峽是中國內海 我是覺得很好笑 你怎麼每次都不敢跟美國正面硬剛 都要等到美國走 你才秀肌肉給小粉紅看 之前佩洛西走你才敢軍演 佩洛西來的時候你不敢軍演 佩洛西還沒來的時候你也不敢軍演 找人一台軍演 現在是美國艦隊找人一台軍演 你倒是美國艦隊通過的時候你直接在旁邊軍演嘛 你怎麼不敢怕插槍躲火嘛 所以你才敢臨時的半天軍演 我整個問號耶 你如果要震懾台獨 你應該在前幾天蔡英文從歐洲回台灣的時候啊 空中攔截蔡英文的回國班機是吧 蔡英文搭載飛機經過雲南深圳領空耶 當然啦如果這是真的 因為小粉紅都說的是真的嘛 那我就順著你的話說 如果這是真的 你解放軍機怎麼不藍亭 以前在俄羅斯跟白俄羅斯都有藍亭過 當局想要逮捕的人士 還有包含記者喔 就連這麼小咖的 他們都派出戰機去藍亭過 然後直接飛機上迫降逮捕 所以我不知道中共的情報機構是吃小粉紅長大的 還是習近平是一個台獨國父 蔡英文是他派過去搞台獨的一個小弟 你挑一個承認啦 不然很尷尬耶 蔡英文給你機會抓你不抓 而且之前白俄羅斯跟俄羅斯都示範給你過 怎麼抓的 而中共之前又一直妖魔化蔡英文 小粉紅也覺得蔡英文是十二不赦的 而且這次蔡英文出訪歐洲你們也說是台獨 那給你機會抓你又不抓 蔡英文是這個造成兩岸兵兵占尾的頭號戰犯 把他給抓起來了我們就不搞台獨了 你怎麼不抓呢 給你機會啦你又不啦 你可以依據中共國的法律啊 叛國罪顛覆國家政權攻擊敬位勢力 而且他到了中國領空是有執法權的 你們不需逮捕 當然啦你們是不是怕逮捕會引起大部分台灣人民的集體反感 還有中間選民的反感 還有會戳破那些啊 好不容易最近邀請去這個中國的一些台灣網紅的那個形象 會給洗掉 還有啊你是不是怕美國的強硬介入 順便又給歐洲那些國家看見中共的可怕 哦原來你可以隨便藍庭逮捕一個人 可是如果你要幹大事要收復台灣 你連這點小吃都不敢幹了 你還怎麼幹大事 連小粉都在微博掀起正反兩方的混戰 一方面是痛罵解放軍無能不逮捕台獨頭號戰犯之一的蔡英文 另一派是認為這樣有損中共國的國際形象 對未來武動台灣都是不好使的 不管是哪一派你們都點不出核心的問題 這一切是誰決定的 習近平 你們不敢去討論習近平 你們去罵解放軍 原來解放軍可以沒有這個軍委主席習近平的命令就可以擅自行動是吧 前幾天習近平剛好在視察火箭軍部隊 有沒有鎖定蔡英文的班機 不然你可以學我們台灣國防部一樣公布鎖定畫面啊 啊看來是沒有啦 趕快批圖做一個 當然啦習近平去那邊幹嘛 除了視察火箭軍之外 也是到了那邊去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拍手歡呼 我們看完這段畫面有沒有感覺有一股金正恩的風味啊 習近平最近這幾個月經常出沒在中國的中西部 也常去那邊開一些中西部經濟產業的會議 意圖把中國沿海地區的產業搬遷過去 或是把這個中西部的產業給升級起來 那就有人猜測啊 習近平是為了打台灣在做準備 為了防止沿海的經濟遭受美日台的打擊或是制裁 所以快點在這幾年啊轉移或是發展中西部 這個觀點我目前持保留態度啊 因為以前毛澤東也說過類似的話 而習近平確實最近這幾個月一直在強調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退一彎步來說這幾張圖可以顯示出我們不算日本跟美國啦 就連台灣的飛彈都可以打到北京或是從進去了 你除非搬遷到西藏的地方啊 不然基本上你花這麼大的利息搬遷 你不僅有陣痛期之外 你央海的港口優勢也沒有了 而我相信中共股如果要打台灣你的最大假想敵絕對是美國 當然這也是很多這個中共高層說過的話 這也是習近平自己在戰略上有做出的這個調整 所以小粉紅不要在那邊吹啊打台灣美國不會幫 如果是這樣的話請你先去罵你們的中共將領跟習近平 為什麼要說出這個美國會在後面干預 美國可能會參戰 你們小粉紅可是100%的預知者 你們小粉紅的認知肯定都比這些將領 還有比這些解放軍官啊 還有比習近平來得高 所以去罵一下習近平 你怎麼把美國列為加強敵呢 我們都不這麼覺得喔 要聽我們的喔 我們人民當家做主囉 去跟習近平講不敢 而最近又有跑去參加俄軍的中國級粉紅拍一遍抱怨 我們中國的志願軍在前方拿拋回就算了 你起碼確保我們食物來源是正常的嗎 結果啊 給來的糧食不僅要兩個人分著五天吃 然後一滴水都沒有給 非常的暖心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搞笑的影片吧 五天的時間補給來了 兩個人就給分了這些食物 呵呵 一塊裂吧 硬的個石頭影 當當的 那個 湯 這個也是 啊 兩顆醃 這玩意難抽的 苦蘿蔔塔 這都是個土豆 哎呦我的媽 土豆面 一微袋就好了 外邊叫什麼 這個也是個糖 这个啥,什么罐的 咖啡要紧的,牛肉,牛肉罐头 咖啡 这个分了这点咖啡 五天,两个人,这个分了这些补给 两口水都没有,一天就喝了一口水 严重窃水这个地方,每天背着大量的装备 跑来跑去,衣服都是石头的 就缺水,还就没水 那瓶里面就剩这么高,我俩一人一口 一会儿再出去看上哪去找点去 上谁那儿蹭一口去 没水打吃 咖啡这么干脚啊,没有水啊 一天 我们可以发现,里面除了香烟,牛肉罐头 还有面包之外 其他的汤包就三个了 一个红色袋子,两个透明袋子 就连这个咖啡豆,包含他说的这个一些螺旋面啊,还有一些面粉啊 这些通通都是要祸水啦 又弄水煮开的啊,然后呢最关键的那个水没有给 然后给这些需要用水去煮的东西 搞笑耶,记得两三年前疫情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老妇人拍了一个影片 是这个党啊,饿他们好几天了 饿了一个多礼拜 结果这个村委会的人,居委会的人 终于送污资来了 结果送什么? 卫生纸 调味料 洗衣精 洗发精 我还拍了那个反风的影片对吧 党还送给我什么? 猫沙 这干嘛,你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送 然后送一堆毫无相关了 这非常的中国特色主义 我想问一下,要从哪里捞水 你食物可以暂时没有,没关系 但你水一定要有啊 水是最重要的,再来是食物 如果只能权衡的话,你一定是先拿水 其次才是食物,是吧 除非你真的是饿了十天了 那你再去考虑食物 那不然的话,你基本上是以水为主 而且你要去哪里找水 自己附近找有没有河流或是水 臭水沟去捞水,出来煮吗 还是说去捞附近的这个烂泥巴的水去煮 顺便学学毛岸英啊 他也是开火煮那个蛋炒饭,对吧 煮那个腊肉,是吧 腊肉蛋炒饭,鸡蛋蛋炒饭之类的 扬州炒饭,是吧 然后呢,吹烟啊,被敌军发现 扔了一个燃烧弹下去 毛岸英就S了 是要学这样吗 那我们这几天可以发现 越来越多中国籍的士兵抱怨了,对吧 一下说什么 俄国军人有专车接送 中国人只能每天走8到16公里来回 S了,受伤了基本没有补贴没有补偿 体力活基本上都是咱们去干的 那现在又报物资时务短缺的问题 当然现在一堆朝鲜兵抵达俄国前线作战 被乌方嘲笑战斗力低下比俄军还差很多 我都不知道金正恩的军队以后还怎么说要打南韩打美国 你连乌克兰都打不过 你要打全民参军过的南韩还有更厉害的美国 这些实际情况如果真的给每一个北韩人民看到我估计每一个北韩人都会怀疑人生信仰破灭 不知道以后还怎么生活 这个时候人的心态就会出现以下几种反应 第一种当然是最好的 直接觉醒 第二种是否定怀疑痛哭生气最后觉醒 当然最后还是会觉醒但是比较慢 那第三个是无药可救的 怀疑痛哭生气最后为了不否定掉自己以前的人生 干脆无脑的支持金正恩势力 否则他可能已经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他否定掉了他四五十年前的日子五六十年前的日子 他会非常厌恶自己会觉得自己白活了 以前真的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 一切的青春都奉献给了一个虚无缥缈 没有结果的一个信仰 那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明知道错了 也只能一路错到底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 下次见了 拜